欢迎收听子鱼生活23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听快乐联播网的子鱼生活234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子鱼 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也用一个比较轻松跟幽默的一个态度 来面对我们的政治还有时事的议题 那首先呢还是延续昨天一直在延烧中的这个话题 就是卫生纸 那由于这个公平会还有那个行政院相关的单位 已经陆续的这个出手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包括这个涨价 或者是哄台物资这些东西的讯息 应该是很快就会得到一个澄清 然后并且能够去稳定我们的民心 只是说在这个事件爆发到现在大概也已经三四天有了 那也遭到这个朝野立委口径一致的批评 当然有的是讲的是比较夸张一些 那有的我觉得也蛮忠允的 例如说像民进党的立委 他们在批评的时候就说 这个政府在这边就是对于民众的预期心理 他的反应跟掌握比较没有做好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中肯的那个评语 为什么 因为这个消息他在公布之后 一开始是好像在网路上开始有这个风声 开始先蔓延出来 然后过了一个这个周末的时候 哇那个大家都开始直接杀到那个大卖场 开始去扫货 连网路的商场都没有办法倖免 因为听说就是这个PC Home 这个网路的商城他有统计 他们三天好像卖了500万包的卫生纸 这个消费力相当的惊人 也因此导致了那个暂时性的缺货 然后让这个供货来不及供应 也因此呢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集体的一种不理性的消费的恐慌行为 他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出现过 例如说像台湾我们曾经出现 一些这个所谓的挤兑的这些案例啊 其实在世界各国也都有类似的状况 因为这个东西是涉及到我们的人类 他在进入一个集体状态的时候 他的判断力跟反应能力 其实是会下降的 就是大家会比较回复到 过去原始的那种动物的本能 就是去跟随其他人的行动 所以当一个人开始去带风向 然后把这个风向带起来之后 大家可能就会一窝蜂的去做这个事情 那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卫生纸的事件 因此预期心理这个东西 它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是专有名词了 就是包括这个可能医学界 或者是社会心理学 都有做这个研究跟讨论 在这个情形之下 政府他应该要更积极的 就是提前掌握到这个状况 然后赶快去出面澄清跟说明 所以说没有在这个第一时间 做出一个防范跟一个宣示 这的确是政府需要再改进的部分 只是因为刚好这个时间点 说句实话 还真的是那么的 不晓得是刚好还是故意 为什么呢 因为开始爆发这个大家去 卖场去抢卫生纸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 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时候公务员在干嘛 放假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不上班 所以这个其实会凸显出一个 比较小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新的时代 必须正式的问题 就是虽然说周休二日 这个是一种公务员的权力 跟政府的一个权益 跟这个假期 只是在现在这个网路时代 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 我们的上下班这种分界线 已经是越来越模糊了 特别是所谓的 政府高阶官员跟政治人物 他们理论上来讲 或者是实务上来讲 真的都没有所谓的 假日跟非假日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因为基层公务员的业务繁忙 所以他们周休二日 这个情有可原 可是作为一个可能是统领 这个国家大政方针的 高阶公务员 或者是说政务官 那我认为在这个案例之中 其实要学到的一个教训 就是说不要因为礼拜六礼拜天 你就说放假跟我没关系 该赶快出手的时候就赶快出手 不然像这个情形 过了一个周末到现在 你看今天已经礼拜二了 卫生纸可能还在烧 继续抢 而且还发现有人说 我去某个地方抢 结果跟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买 我还买贵了 这种比较有趣的现象比起来 那如果能够防范于未来 事先先做一个警告 或者是说一个宣示 那我相信下次才有可能去避免 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再次发生 因为打个比方 像现在的这种 卫生纸的这个滋乱 它就很像你现在 我们的极端气候 忽然之间一口气 2000mm的这个雨量 一口气砸下来 你不管什么城市 你都很容易淹水 这个已经超出我们过去 对于一般平均降水的预测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 所谓的防洪期限 你超过这个防洪期限 你城市就容易淹水 那这个人作为一个集体的生物 那他们当累积到 一定数量的时候 开始采取集体的行为 那同样的也会就是超出了 我们原本对于一些行为 预测的一些标准在那边 因此在这个部分呢 特别是卫生纸之乱的 那个延烧过程中 政府他应该要更早的 能够及早因应 或者是说做一个 赶快做一个宣示 安定我们的民心 这是应该要做到的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虽然也不晓得算不算是一个好事 我相信应该不是 但就整个过程还蛮有趣的 好像在看一个漫画还是电影一样 怎么说呢 今天下午 我在骑机车要来电台这边 准备上节目之前 就是在路上 经过大顺跟博外路口 那高雄人都知道 那个是一个交通非常繁忙的路口 从这个博外路到自由路 大家其实那个去Google Map查一下 或者是当地人 一定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个短短大概一两百公尺 几百公尺之中 已经有这个好事多啊 还有那个未来 还有一大堆有的美的 这个复合式的百货公司 还有什么大同新世纪 改建之后的这个 新的商场 还有那个加热福 就大概从博外路一直到顶三街 大概这一段距离中 有那么多的大商圈 而且大顺路又是一个 算是一种交通要道嘛 它可以串联就是 那个大城市不同的那个系统的来往 然后导到市区里面去 所以说博外大顺路口 它是一个交通非常繁忙的路口 那我在那边等红灯的时候 因为车流量真的很大 所以博外路它有一个 左转专用车道 给汽车走的嘛 那汽车看到那个灯号亮了 要准备慢慢的左转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间 一台机车非常大无味的 使出我传说中的什么 高雄市左转 高雄市左转就是 它没有按照一般的两端市左转 按顺向去等 它是直接在那个 先到它要转弯的 那个逆向车道上面 然后等到那个绿灯的时候 然后直接逆向过去 再切到它要转的方向去 这个叫做高雄市左转 就有一个骑士 它使出了高雄市左转 然后完全没有在看那个 站在起步中 那个跟按照交通规则的汽车 给它弄下 就给它撞下去 然后双的一声 那当时候所有的路口的人 全部都看到了 也听到了 因为真的很大声 然后这个骑士就在空中翻了一圈之后 掉到地上去 哇 那一瞬 在那一瞬间 大家当然都傻了嘛 包括那个莫名其妙被撞的 这个汽车的驾驶 还有我们这些路人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哇 还不知道 那个汽车骑士的状况怎么样 所以就赶快 拿起电话 先打了119再说 然后就跟119的消防局那边 就是有一个对话嘛 那当然 我就赶快先报说 在博外大村路口 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插状事故 就是机车去撞了汽车 然后机车骑士目前倒地 那119就问我说 那那个就是 有没有需要派救护车 我正想要就是看一下 那个眼前状况的时候 就原本想说 不晓得有没有需要 可是既然人都飞了一圈 倒地了 可能需要吧 正想要请这个消防局派救护车来的时候 哇那位机车骑士 就忽然慢慢地站了起来 在这个时候 我才看到那个骑士是怎么样 他是一位阿桑 这个非常勇敢的阿桑 他就慢慢地站了起来 把他的机车扶好 然后在所有人 惊异的眼光之中 慢慢地就是骑上了机车 继续逆向地骑走了 然后那时候其实 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撒住了 就是没有看 没有去管那个灯号 那个到底怎么转 所以我就跟119说 看起来好像不需要了 然后119因为他是电话嘛 他比较不知道现场的状态 他就说 是你觉得不需要 还是当事人说他不需要 我就跟119说 应该是当事人不需要 因为他已经把车给骑走了 就这样跑掉了 然后就留下 被撞的汽车驾驶 还有他凹陷的板金 跟我们其他的用路人 在那边撒在那里 所以还好啦 就是这个故事跟我们讲的 就是一个不幸中万幸 那个人没有怎么样 就顶多是地上流了一大滩的这个机油 黄色的机油 还有被撞到的这个车辆 只是 这未免还是会让我们去想的 觉得说 城市这个一个道路交通的安全 真的很多时候是需要大家 一起来努力维持的 怎么讲 我们会制定一个交通规则 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说 因为我相信按照这个规则去走 我可以安全地抵达我的目的地 不管是上班也好 回家也好 可是如果今天有人他违反了交通规则 他就等于说他打破了我对于这个规则的信赖 因为我之所以会遵守他是因为 我相信别人也会遵守这个规则 我们有一个共识 但是这个共识不是九二共识 很消化 这个共识就会导致就是说 我们要去相信这个规则 今天有人违反这个规则 片面改变现状的时候 那这个规则就没有用了 所以就会出现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时候车祸 那汽车驾驶他很乖呢 他是乖乖的手在左转车道 等到那个直行的红灯亮了 亮到那个左转的灯出现之后 他才慢慢的起步要左转 结果这时候 这位非常勇敢的阿上 他就冲下去 高雄市左转 直接给他撞下去 还好因为现场人真的很多 阿上大概也知道自己理亏 所以就拍拍屁股 把车牵走骑走了 人就不见了 万一我今天是一个 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的路口 然后又没有监视器 然后假设说 那个被去撞人家的这个人 他要是这个个性再不好一点 主动报警说 没有啦是汽车撞我的 哇 你这个汽车驾驶 岂不是水小到一个极点 对不对 遵守交通规则 被撞 还要被人家诬告说 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 先路为主的概念 就是说 大车跟小车发生事故 大车一定要责任比较多 没有 真的没有这种事情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交通规则 它在判定上已经有一个 是根据路权 做一个绝对的判准 所谓的路权就是说 你的机车 汽车 或者是那个行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乖乖的去 遵守你的交通规则 有没有去走在你该走的路上面 如果你违规了 你就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那在这个部分 其实还是有一些 可以改进的空间 因为坦白讲 有的时候一些交通规则的仲裁 就还是会 就是 虽然说 违规的人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可是你没有违规的人 你好像也要一事一事一下的负一些责任 就是比较少出现那种 百分之百完全没事的状况 那站在被撞的人来讲 例如说那位汽车的驾驶 就真的是水小啊 无论 它明明就很准守交通规则 还要被撞 被撞了之后 就搞不好 假设啦 就是这个案件 假设后来有进到了 这个交通裁判的 这个程序里面去 它搞不好还要再跑市政府啊 然后去协调 协调不成 还要再上法院 哇这些时间成本 跟老板请假还干嘛的 这些其实都是还蛮重的负担 所以说回过头来 如果一开始 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 那不只是可以保障 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也可以保障别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其实像大顺路跟博外路 那么交通繁忙的要道 它因为以后也要盖轻轨 那相信说有了这个大众交通系统之后 那其实对于交通的流量 会有一些达到疏解的效果 也可以避免就是人车 增到这个比较危险的状况在 那总而言之 就是还是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啦 就是你总有一天 你也是会走在路上的嘛 不是每个人出门 都永远都是骑车或开车的 就是想一想 当你是走在路上的行人的时候 你会希望看到有人用这种高雄市左转 然后去跟你增到吗 又或者是说你也希望你在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 人家也是跟你一起遵守交通规则的 对不对 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方向啦 好 那其实再回过头来 我刚刚提到了卫生纸 那当然这个朝野立委 他们在批评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比较搞笑一点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 有的攻击是真的 就是批评是真的很合理的 也是我们政府要检讨的 那有的人就是想要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做一些比较政治方面的一个影响嘛 就当然也很合理啦 因为毕竟这是政治人物某种程度的天职之一啦 只是你的手段高不高明 这个就由这个听众朋友 还有我们的公民可以来做一个判断 那我这边要举个例子的呢 就是有人在这个议题上 不小心搞笑了一下 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国民党 想要参选高雄市长的立委陈一鸣 因为他在这个事情爆发之后 他就有去调了资料 然后召开了记者会 他说他研究了近十年的国际纸浆的价格啦 说2010年是国际纸浆最贵的一年 所以当时候呢 那个国内的卫生纸 就是也有在那个涨价 又是去就调涨价格 那相较于我们现在这一次 他的涨幅啦 就是没有当年那么多 但是涨的价格却好像比较多一些 所以他认为涨价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这个时候很有趣哦 就是你也知道 现在是网路时代 脸书上大家都会拜一个神 超越了所有东西方古今中外的信仰 大家共同拜的神是什么神 Google大神 他说的这些资料 OK你既然说你的资料这么来 那我们就有网友很热心的暗图所记 把这些资料也丢去了Google大神 重新来找 不早还好 一早就发现 陈一鸣委员他有些东西没有说清楚 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个图我也刚好在网路上有稍微找了一下 就是陈一鸣委员他是说 2010年是国际纸浆最贵的一年 但其实根据这个近12年来 这个资料是从2006年开始 北美的长鲜纸浆的价格走势图 最高点其实是在2011年的年中 然后大概到2012年的年中 就是进入到一波的低点 那我们2018年这个大概2月现在的这个状况呢 比较起来大概是比2011年的高点再稍微低一些些 所以从这个这几个数字这几个数据来做判断的话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玩这个找图的故事 找图的游戏 来那我们去看了一下 2012年的时候 这个2012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纸浆的崩盘 但是在崩盘的过程中 我们的卫生纸相对的售价其实并没有调降 而是说继续又多了一波这个涨价 然后被当时的这个行政院还有这个消息会 消保处就一起就去查啦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当时候出那个马英九政府推了一个政策 叫做油电双涨 4月推出来的油电双涨 反映到6月的卫生纸涨价 等于说是当时候2012年的时候 的这个这些业者 他们就利用油电双涨的机会 去想要把他们的其他的产品趁机也调一下 因为民生必需用品 这个油跟电已经涨了嘛 他们就用这个借口 然后去调涨他们的那个卫生纸之类的一些价格 可是因为他们的进货成本其实是下跌的 所以就被当时的行政院的消保会给抓到了 这个故事凸显出什么 这个故事就是凸显出陈一鸣委员 他虽然想要用马英九时期的这个政策 或者是说一些现象来攻击蔡英文政府现在遇到的状况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呼吁一下 这种国际上的事物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人家那个价格的波动 因为这是国际大环境的趋势 政府的职责在于你能不能够事先预防 而且能够事后制止 就是说你政府去介入的速度要过快 才能够让人民感受到信心 回过头来 在陈一鸣委员他虽然用了这个 2010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想要去证明说可能马英九政府做的比较好 可是他就忽略了2012年的时候不但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情形 就是业者可能有趁机调长的行为 而且是那个事实证据都在摆在那边 就是因为他真的调了 然后没有降下来 所以才会被行政院查嘛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等于说他想要用这个去攻击蔡英文政府 在这件事情上的介入速度 他是不足的或者是说太慢的 其实会让人觉得就是说 这个力量或者是说他的证据 并不是那么的最正确凿啦 因为毕竟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像我们也看到那个行政院他已经很快就出手了 已经去找那个业者去喝咖啡聊天了嘛 而且也是宣誓说不会有这个刻意的囤货 涨价的行为 再加上就是包括这个售价跟供应 也都是这个安全 就是说有按照一般所规划的状况 并不会就是让你买不到 所以在这个比较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政治人物他在做一些政治操作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所有的事实 都能够讲清楚说明白 不然以前在那个网路不发达的时代 不是每个人都是管人间大师嘛 就是家里有一大堆当时的报纸简报 还可以引经据点的来打你 或者是说来反击你说的是不对的 可是在网路的时代 你只要有网路有电脑有手机 你把关键事丢进去 很多资料瞬间就会跑出来 你早上假设你不小心 或者说你故意说错了 或遗漏了一些什么资料 大概三四个小时之内 你就可能会被网友翻出更完整的资料 来反击你说的话 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代 你想要当一个白贼的政治人物 难度已经是越来越高了 好的 那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进个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 子余生活二三四的节目现场 小时都变 人生无限 有人是为了清静、思惑、身体在烦恶 所有的烦恶在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要给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肥胸文 我们如果要睡之前 肥胸让我们自己的完成资助 周深 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便会给你结缘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皇后娘娘 今天皇上又翻甄嬛的牌了 哎 皇上好久没来我请宫了 听说甄嬛每天补充胶原蛋白 所以能一直维持青春美貌哦 胶原蛋白是人体重要的蛋白质 胶原生态分子量小 低热量好吸收 安心无负担 留住青春 永光焕发 真的很简单 酵素水姐专利胶原生态 现正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 上网 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 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 快乐联播网 好的菌 让您健康舒畅 坏的菌 让您病奄奄 敏苏青 给您维持一身轻盈的体态 盐血是一株复合式活菌 维持健康的体质 帮助消化 排便顺畅 调整体质从小开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现在 敏苏青 寡糖 叶俊 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网 欢迎回到 子虞生活234的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子虞 在这一段的节目中 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台北市长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严格来说 也不是台北市长选举 而是说 柯文哲 他这个所代表的白色力量 那在台北市的政坛 所影响到未来 整个台湾的关于 跟中国之间关系的互动 怎么说呢 因为昨天的时候 就是高雄市长陈菊 他有接受媒体的专访 那媒体人呢 就有问他一个非常尖锐 但是也是应该要回答的问题 就是说 你相信 就是陈菊市长 你相信柯文哲吗 那陈菊市长的回答很可爱 他就会说 你要我说真话吗 这个这句话一说出来 大家当然就是心神领会 就是说 比较没有那么的信任柯文哲 他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政策跟态度 那陈菊市长他当然是就是做个比较 就是跟柯文哲比起来 他当然是比较相信赖清德市长 就是在担任台南市长 以及现在变院长 比较相信赖清德 那最主要的差别 那最主要的差别当然就还是在于说 就是作为一个民选的政治人物 那他这个对于他的一些过去的主张 他是不是有一个坚持 有一个从一而终的这么一个努力 那就算你可能有一些态度上的变化 那你可能也必须要老实的跟选民交代 就是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态度上的变化 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那当然回到刚刚的这个问题 因为还是涉及到2018的台北市长的部分 所以民进党的支持者 一直都有酝酿出一种就是反科 就是宁可自己推自己的候选人出来 也不想要在含恨含泪去投柯文哲的这个现象 那陈菊市长的回答 与其说是他个人对于柯文哲的观感 倒不如说他是反映了 不只是高雄还有台北这些民进党基层支持者的这个心声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必须要做澄清的 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看待柯文哲选台北市长他的意义 那当然我们并不是站在一个就是毫无立场 或者是说毫无角度的态度去做一个去做一个分析 而是说今天既然他那个问题的提问 是说从民进党支持者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就假设自己是一个 就是一种带着 就是对柯文哲不满的民进党的支持者 你要怎么样去看待柯文哲的这个状况 首先呢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会去对于柯文哲有不满 当然是因为他那个两岸一切青的言论 也就去延烧中嘛 再加上他其实从整个2014年去参选台北市长以来 他的整个立场的态度的转化 是相对来说蛮大的怎么讲 还记得2014年在参加这个民进党提名当时候的这个选举的过程中 有三个竞争者 一个是柯文哲 一个是顾立雄 另外一个是姚文志 那后来是柯文哲赢了嘛 柯文哲在这段期间他所遭受到的这个最大的打击 当然就是国民党用MG149账户的这个案子要去攻击他 然后也攻击他就是说他可能在这个所谓的民进党的立场上的态度是非常的末率 因为柯文哲也自己说过自己就是个末率的这个一个医生 那随着获得民进党的抵当跟提名之后 参与了2014年的台北市长选举 那在选战进行到中间 那考虑到整个台北市的选民结构 以及他的形象跟战略目标 所以他就开始挪移了他的立场 因为他先说他是末率 可是大家应该还记得 选战打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大概七八月左右 他忽然抛出了一直到现在都还坚持的路线 就是遵从蒋经国的路线 简称是尊蒋 那我记得他还说了什么七三分啊 这些这种之类的就是攻七过三 有点像毛泽东这种调调 那当时他提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引发了民进党基层支持者的赢定的不满 甚至是对于年轻族群 对他的这个不谅解其实也蛮大的 因为当时候刚好还是太阳花学运结束没多久 那由于刚好中间的过程 经历了郑南龙先生制焚的纪念日 所以大家一片非常的就是 捍卫台湾独立跟台湾主体意识的这样一个气氛在 那只是毕竟大家也知道 在当时候他会采取这样一个策略 就是为了要去争取这个浅蓝选票的支持 而且不要让国民党的连胜文 对他有继续的就是说 去划分蓝绿界线的这么样一个动作 再加上他最大的选战主轴目标 就是他要超越蓝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优移 就让民进党的支持者 特别是比较基层的 特别始终的支持者 就是还是愿意去含泪去投票给他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在台北市的执政已经太久了 从阿扁落选之后就一直都是国民党执政 那在这样一个大环境跟大目标之下 让国民党下台就变成了最高的价值 于是呢 在这样的细分之下 柯文德就继续走向了 就是尊奖的这样一个路线 然后走得比较浅然一点 然后夺到了 就是夺得了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的胜利 那么民进党的支持者就会想说 好啦 那我们当时候愿意去这样含泪去投你 当然一方面你说你是墨绿嘛 然后二方面又说你是 就是为了要让国民党下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暂时的就能够抑制住自己 对于这个所谓 呃台湾主体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坚持 然后愿意把票给柯文哲 也就是希望柯文哲在上台之后 能不能回复到 他一开始所宣称的就是比较 站在台湾价值 台湾主体性的这个立场 可是很遗憾的啦 就是在过了这几年的路线之中 我们发现 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台北市的选民结构 或许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二方面又或许说 柯文哲市长他在看到了台北市长这个位置 对于两岸关系所具备的一种各种可能的空间 再加上他自己也可能还有想要再更上一层楼的打算 在这些诸多的因素种种综合起来 就让他决定的走向继续是现在这个路线 就等于说其实他在台北市长的这个路线上 基本上跟国民党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也因此会让那个像台联的党主席刘毅德 之前就是比较生气啊 就是说那个宁可把票给国民党 也不要给柯文哲了 那当然这个就会变成一个 在泛律的选民之中 一种难以割舍或者是难以抉择的 这个一个决定 到底是要不要把票继续投给柯文哲呢 还是要坚定的要求民进党去推一个候选人 然后导致可能让柯文哲跟民进党都选不上 国民党重新的回到了台北市长的位置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两种层面的纠结啦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你的价值 你作为一个泛律的选民 一个比较坚定的民进党支持者 你这个票能不能投得下去 给涵涼安逸家亲的 去跟中国靠拢的候选人 二方面你的困难又是说 假设我坚持去投给我自己的民进党候选人 会不会让国民党得利 这又变成了另外一种困境嘛 对不对 有点像囚徒困境 你投哪一个可能都让自己觉得很痛苦 而且你不投票 你去投废票可能也是让国民党得利 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纠结的现象 只是回到现在 我觉得要打破这个纠结最大的目的 就是在于说 我们还是要回到整个的 就是台北市长 他对于中国的价值 以及国民党 柯文哲民进党 对于中国的价值 这个战略的目标上面去看 怎么讲 之所以柯文哲会转向 当然是看在就是说 这个在两岸议题上 他有一个可以在政治上得分 或者是拉拢更多支持的这个选择 因为国民党视为之后 2014跟2016年都大败之后 共产党基本上是已经有点放弃 让国民党去作为他的合作伙伴了 就是有点觉得说 这个败家子 给你那么多资源 然后只会搞一些狗屁倒灶 反效果的事情 所以就把关爱的眼光投给了柯文哲 那柯文哲也很配合 就是OK啊 你要来找我谈 我就跟你谈 就搞个双城论坛 两岸一家亲 大家眉来眼去的 快快乐乐 这样子 然后去激到了民进党的支持者 让民进党支持者很不满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看得出来 国民党跟这个柯文哲 他们某种程度上都是要去竞争 可以跟中国谈的这个位置 因为在蔡英文总统坚持台湾价值 坚持九二历史会谈 不是九二共事的这个前提之下 中国目前对蔡英文政府是采取冷处理 不管你蔡英文政府 多么的去递出所谓的感染痣 或者是一些表达善意的动作 中国都相应不理 而且只有更加强的去打压 这个台湾的国际空间处境 对民进党硬 他就是会软嘛 因为他的统战手法是非常灵活的 因此呢 在那个软的这一部分 他就会去误设一个科医 去展现说 中国也愿意跟台湾谈的这个对象 一个代表人物 那当然 以前是国民党 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买办 要去抢这个位置嘛 现在就换成了 好像柯文哲比较OK 因此 我们站在一个比较本土选民 或者是说民进党 比较坚定的支持者的 一个心理态度的立场上来讲 我们就是要正确认识到 柯文哲跟中国国民党的动作 其实是目的是一样的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就要去分析说 让谁去当台北市长 有可能就是可以让 中国的统战的效果比较减轻 等于说两害相权取其轻 因为你不可能解决这个害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个政治上的利益 甚至跟个人的意识形态的考量 都注定了就是 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之中 统独还是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国家的议题在考量 所以说你到底要投给柯文哲呢 还是你要去放弃柯文哲 这都要回归到你判断 哪一个会让中国共产党 要需要投注更多的资源 搞统战 但是又没有办法得到 它最好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去考量 我们才有可能去找出 到底要不要支持柯文哲的 这个选项 或者是说票到底要不要投给他 那目前看起来 民进党中央还在观望中 就是还没有办法 就是说要去表态支持 理让柯文哲 因为基层的反弹声量太大了 只是我们去想想哦 留着柯文哲 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 让他当台北市长 可以造成什么效果 第一个 持续的去边缘化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已经开始 被共产党放弃了 就是没有什么录用 然后导致这些统战的资源 跟一些那个所谓的台干 或者是对台系统 都开始集中在 那个绕过国民党 或者是说直接去 更到基层去 或者是找柯文哲 这些之类的 留着柯文哲 让他继续当台北市长 去变成跟中国 没来演去的对象 国民党的角色 就会更加的弱化 但是不可能只有一个柯文哲 可以满足中国的统战需求 当留着柯文哲的时候 他会引发出另外一个效果 就是他也可以调出来 民进党党内 想要走柯文哲路线的人 等于说 其实民进党也不是铁板一块 就跟国民党 也不是铁板一块一样 民进党作为当年 反国民党的这个大集合 那里面其实也有一些 并不是那么的坚持 台湾主体意识 或台湾独立 他只是反国民党而已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些人其实或者说这些势力 到目前都其实还存在 在民进党的派系里面 而且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说 你去从政不见得你是为了理想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很多人他去挂了这个台 挂了这个旗子 或者是加入这个党 还是会着重在自己个人的利益上 然后只是隐藏在这个党旗下面 所以大家可能暂时看不太出来 让柯文哲变成一个新的 一个聚焦的目标 他其实就会有个引导的效果 因为国民党它是一个很庞大的 一个团体利益组织 当他视为之后 柯文哲一个人是吃不下去的 在这个市场空出来之后 就会调出民进党党内 想要走柯文哲路线的人 这个时候对于支持这个本土意识的 支持台湾价值的这些比较 坚定的民进党支持者 或者是范绿选民来讲 就是一个很好的招妖镜 我们就可以看是谁会想要去跟柯文哲走一样的路线 去抢食这个所谓的跟中国互来互往的这种利益的大饼 而且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还有分享 这个现象已经慢慢在浮现中了 所以说其实陈局市长他对于柯文哲的不信任 以及他比较信任赖清德市长 他就是奠基在这样一个立场之上 对于台湾价值的一个看重或者是一个坚持 因为虽然赖清德市长他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他曾经在议会被询 质询的时候说亲中爱台 可是不要忘记哦 他更早之前曾经就是访问过中国 当着中国官员的面说 台湾人民坚持台湾独立的价值 这种之类的言论 所以说他已经深入敌政 直接在人家面前喊台独了 于是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说台湾的立场应该要亲中 他的个人立场应该要亲中爱台 这就没有什么违反 就是或者会让人家误解了前提 因为他已经严正的表态过他的立场 可是克温泽刚好就倒过来 他是先在国内喊墨绿 然后可是到了上海之后喊两岸一家亲 那这当然就会让人家怀疑就是说 他的这个爱台湾 或者是说他这个台湾价值的立场 是不是真的那么的一个坚定 或者是说不会动摇 那以上是我对于这个陈局市长 接受媒体专访的回答的时候 所衍生的一些想法 提供给听众朋友做个参考 那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还是照旧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为您带上最新的 高雄市长民进党初选政见发表会的一个评论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至于生活和善事 小珍 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王大哥 我去见习的公司倒闭了 公司还欠我一个月的津贴没给 我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工资电厂吗 这个恐怕不行耶 依规定劳基法所称的劳工 也就是受雇主雇佣从事工作或制工资的人才可以申请电厂 像是承揽契约与训练契约人员 例如技术生 养成工 见习生 见教合作班的学生 因为不是受雇主雇佣从事工作或制工资的劳工 是不能申请电厂的哦 那还有哪些人不能申请啊 像事业单位负责人 与事业单位间属于委任关系的人 例如公司董事 监察人及委任经理人 以及还没指定适用劳基法的人 例如医疗保健服务业的医师 都不能申请哦 了解了 我毕业后找工作时 要谨慎地选择公司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 上网 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心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快乐联播网 三月二个完善这正式开车 演期到三月一刻 并且在咖啡台北广告前 和高京南民选择电池 其中指定中的天神三月二个完善这一天 晚上七点正式开车 只要每点净净点 和三十分钟 有一个主定的表演 咖啡管制副尾的要提早应兵 准一天的提早点 跟广告电池 鼓励环博 超约处递利用台湘文思港区 来享受一项精彩 并本来完善电池 以上是高通报观光丘公告 欢迎回到 子虞生活二三四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陈子虞 在这段节目中 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这个热腾腾才刚结束的 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的证件发表会 由于跟台南市长一样 就是说在民调前的最后一场 官办的公开证件发表会 所以大家都把握了这个机会 要把最后的这个政见 或者是理念 跟选民做个参数 而且也不如 这个就是不意外的 大家的火力 相较于之前来讲 又是提高了很多 为什么 因为在从去年的11月 第一场到现在之间 大概也发生了很多 风风雨雨的事情 而且再加上 其实大家 其实对于政见的评鉴 或者是说一些意见的表达 某种程度上 也累积了不少的火花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 一口气给它爆发出来 最后最获得最大好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为什么 因为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谁才是真的有料 谁又是引发了众怒 我说引发众怒不是没有道理的 等一下跟您介绍一下 首先来讲就是我们先说 会让人家觉得就是 准备很齐全的 然后或者是说 对整个表议题的掌握 还有它对于城市未来的愿景 是相当务实的这个部分 首先我要提的是管辟林委员 因为其实相较于其他的候选人 那管辟林委员 他的这个不管是深论或结论也好 他有清楚的就是掌握到一个东西 政治人物要带给选民 或者是带给他的市民 一个新的愿景 甚至是一个庞大的宏大的愿景 他用一个就是以太空为例 来作为一个切入点 包括这个浮卫五号的模型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 会让我们的选民在听起来的时候 一方面是比较有一些 崭新的一些想象空间 那二方面又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好像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而且我们也的确是有相关的一些 基础的那个设备在那边 是可以去做发展的 所以我觉得在让 就是选民耳目一新的这个部分 管辟林委员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提到管辟林委员 他还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这个我们稍待会讲 因为这个是整个大环节的一环 那第二个我认为说 在整个的市政表现上面 对于市政的未来最务实的 或者是说他的愿景是最可行的 还是那个 我个人认为是陈其迈委员 为什么 因为他从一开始 他就一直在强调 就是智慧城市跟AI产业 那其实有长期在关注 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应该也常常都有听到说 我有在分享这方面的资讯 最主要是因为 这是我综合了 我之前在巴黎念书的时候 在联合国的单位服务的时候 以及其实常常就是有到 世界各国去做一个开会 去做一些资讯的分享 那我也知道 这其实就是现在世界上 正在处理的这个主流的一个趋势 那不只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些 西方或者是说 东方一些著名的城市 例如说新加坡也好 或者是说维也纳也好 这些著名的智慧城市 其实在台湾的国内也有很多的城市 他们正在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例如说像桃园或嘉义 这些都已经有那个一定的成就 以及获得了这个国际一些 著名的评比机构的肯定 在这个情况之下 高雄它其实相较于其他的城市 它有更适合去发展的基础 就是它的产业 而这个产业又来自于说 因为我们之前的产业发展 它有受到一个停滞跟一个局限 导致它的转型那个没有那么顺利 所以引发到现在大家找不到比较好的工作 其实你除了公务员之外 你的薪水你要一开始起薪就破三万 在高雄坦白讲难度还真的不低 说句实话 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困境 所以说是不是你要能够去拼经济 你拼经济就必须要从你的根本的体质 去做全面性的提升 你才能够避免就是说 有的产业好像特别的发达 可是其他的没有办法带动 所以回归到整个城市的体质来讲 你要从我们最核心的 我们一直赖以为生的最根本的产业 去做改造去做升级 这样子你才有可能去变成 让你的体质变好 带动你整个城市的环境跟经济发展 你才有可能去带动你薪资的提升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是取决于 你的这个领导人 你有没有那个意志跟决心 去做全力的推动 因为坦白说 我刚刚听到就是有候选人 质疑说那个说要提升薪资 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那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吐槽 吐槽什么 你以为那个在拼城市的经济 跟当公务员一样 你每过一年就可以加薪几等这样子吗 每年就可以调300块吗 那我这块还挤掉吗 你在拼经济的过程中 你动作快 你有可能你一两年的薪资就爆起来了 可是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去推动 或者是你遭遇到一些国际上的困难 你可能就先度停滞吧 这个就跟你国际原物料的价格 时涨时廉是一样的 这个是取决于说 你的政治人物 在推动城市体质改造的时候 你有没有个具体可行的规划 以及你有没有办法找到 除了政府之外的资金 因为毕竟高雄的举证困难 它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现象 因为不只是说我们有过去的建设 以及未来前瞻季度建设的自筹款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最多就是政府顶多举债500亿 只靠政府你是没有那个钱 去推动整个市政的转型的 你必须引进民间的资金 所以为什么陈契麦委员 我说他的政见是相对务实可行 因为他看准的就是 民间的资金在那边 你要怎么样把民间的资金引进来 然后政府变成一个平台 友善的去协助这些资金 可以投入到公共建设 来加速城市体质的改造 毕竟说句实话 台湾的社会过去 我们总会期盼 有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帮我们做一切的事情 以前在经济奇迹的时代 或许可以来 因为政府钱多嘛 可是当政府钱没那么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要 理解到一件事情 你要自己来 也就是说自己国家自己救 自己的城市自己拼 那民间的资金 它有那么丰盘的能量 你政治人物所做的最好的务实的选择 就是导引这些资金到开发展的地方去 你放对位的位置 它的效果就会加倍的出现 你放错了位置 它就只能达到一点点一点点的效果 而且对整体局势是没有办法有改善的 所以回到头来 以高雄的产业的体质来讲 做产业升级 是朝向所谓的第四波的工业革命 这个东西并不是高雄所这个 自己空想出来的 而是有国际的趋势在 而高雄的最大优势就是在于说 它有相当丰厚的这个产业的基础在那边 是很适合的 例如说钢山的航胎或螺丝 或者是说路足的这个生衣的这个园区 这些都是高附加价值的一个可以发展的方向 那另外其实在整个初选的证件发表会里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 几乎所有的媒体提问的人都在围攻一个人 就是提出高雄深圳论坛的那个候选人赵天领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证件实在是太瞎了 瞎到就是它推出来的那张全版广告 因为有些听众朋友不是在高雄可能不知道 在高雄推出这张广告的时候 立刻引发了高雄的两个主要第三势力政党 同声谴责激进党跟时代力量 一个是开记者会 另外一个是发新闻稿 都在抓赵天领的这个高僧论坛 是在那个刻意的去亲中 走所谓的两岸应家亲路线 所以在这个东西引起了台北的政坛关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不管是这三个媒体提问的人也好 他们问的问题 就会聚焦在两岸政策上面的 就理论上来讲 不太是一个政策 一个城市的发展上面会特别强调的 就是因为有人主动的去提及这个议题 所以才会引发 就是这些提问者对这个好奇 那大家的回答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 就是说就是根据所谓的 有人说是中华民国宪法 有人说是根据蔡英文总统的 这个主政的这个原则 那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市长 他应该要担负的一个职责嘛 因为那个国家两岸关系 他还是中央的职权 那城市地方城市 你还是要配合 就是说去跟寻我们这个中央政府的一个方针去走 不然就会变成以前 就是蔡英文总统刚上台的时候 国民党的不是有八个县市长 就不甩他嘛 自己组团跑去中国 去志愿给人家统战啊 叫做蓝巴团 这个现象出现 可是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挑选深圳 这就很有趣了 因为城市那么多嘛 赵天玲也知道 他自己单挑这个深圳 被人家骂翻了 所以才急急忙忙搭了一个福岗 可是也说不出个理由 然后而且 为什么去挑这个城市 他也没有给一个理由 后来就被管碧林委员狠狠地打脸下去 管碧林委员说 他有去查 深圳市长自己都说 他们近期新创的招商不如预期嘛 觉得就是说 当人家刚好嵌入了停滞 在走下坡的时候 你还刻意地去找这个城市 说要变成一个效法的对象 这就很有趣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所说的任何一字一句 都是来自于刚刚 在初选辩认会上面 大家所说的内容 这完全不是我自己瞎掰出来的 大家都可以看影片 我说的话完全是有所本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发现 最重要一点 当赵天宁委员 他直接提出说 要去跟中国的城市 做开放的 感染支的递出的时候 这本身就是一个 高度政治性的问题 可是他在2月19号的 新头科专访 遇到达赖喇嘛的问题 他又不敢表态了 他说那个太政治性了 他不会让高雄市民 置入这么政治性的问题 达赖喇嘛跟中国的深圳城市 哪一个比较政治性 如果达赖喇嘛是政治性的话 是什么国家让达赖喇嘛 变成政治性的 就是中国 所以你一方面说 达赖喇嘛所象征的 自由民主价值 人权价值 是政治的 可是你要去跟深圳 说一个经济的 说他没那么政治性 还要去配合中华民国宪法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自相矛盾的现象 以上就是我对于 高雄市长初选的一些看法 提供给听众朋友 做个分享 也非常感谢您收听 今天的节目 至于生活二三四 我们明天见